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郑秀林金,29日表示, 以致信台大代理校长郭大为,信中表明希望能带领台大行政团队对管案保持中立, 在调查结果未出炉前,无需未管背书,免得因管中民的个人行为赔掉整个台大的声誉及运作。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,郑秀林表示,他在担任校务代表期间, 看到台大行政团队并未保持中立,反而是透过各种不公正的手段停管。 如果大为3月24日担任校务会议主席时,并未让提案的学生代表发言, 反而是在教授陈纯文发言20分钟后就进行投票。 郑秀林表示,对于管中民附中兼知是否违法,监察院目前仍在调查阶段, 但这并不代表郭大为领导的行政团队,可以继续为了某一人的职位而产生种种不公正的行为, 希望郭能带领台大行政团队对管案保持中立, 无需卫管背书,应管的个人行为赔掉整个台大的声誉及运作, 他也期盼在未来台大校长林选事宜上能并功处理, 选出一个没有争议的新校长, 不要辜负国人及台大师生对台大的期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